尼西米纪第十一章 那时,民众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民众都抽签 抽出十分之一住在圣城耶路撒冷 余下的十分之九就住在别的城镇 众人为所有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祝福 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做殿义的 和所罗门仆人的子孙 各住在犹大重城自己的地业中 犹大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以下这些人 有些犹大的子孙和汴亚敏的子孙 住在耶路撒冷 犹大的子孙有 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亚 乌西亚是萨加利亚的儿子 萨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士法提亚的儿子 士法提亚是玛勒列的儿子 又有巴勒斯亚 巴勒是古和西的儿子 古和西是哈赛亚的儿子 哈赛亚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约亚利的儿子 约亚利是萨加利亚的儿子 萨加利亚是士罗尼的儿子 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法勒斯子孙 共468人 他们都是勇士 变亚敏的子孙有 米书兰的儿子萨路 米书兰是约叶的儿子 约叶是皮大亚的儿子 皮大亚是哥顿亚的儿子 哥顿亚是马西亚的儿子 马西亚是仪铁的儿子 怡铁是爷山亚的儿子 他的众兄弟都是勇士 共928人 西基利的儿子约尔是管理他们的官长 哈西努亚的儿子尤大是纳成的副市长 祭司友 约亚利的儿子爷大亚 又有亚金以及神殿的总管西莱亚 西莱亚是西勒家的儿子 西勒家是米书兰的儿子 米书兰是萨都的儿子 萨都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亚西图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亲族在店里工作侍奉的 共822人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亚大亚 耶罗汉是皮拉丽的儿子 皮拉丽是安喜的儿子 安喜是萨加利亚的儿子 萨加利亚是巴斯护尔的儿子 巴斯护尔是玛基亚的儿子 还有他的亲族做组长的 共242人 又有亚萨烈的儿子亚马帅 亚萨烈是亚哈赛的儿子 亚哈赛是米什利默的儿子 米什利默是阴脉的儿子 又有他们的亲族 英勇的战士共128人 哈基多林的儿子萨巴蒂叶 是管理他们的官长 利未人有 哈树的儿子是玛雅 哈树是亚历干的儿子 亚历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 又有利未人的组长 沙比泰和约萨巴 管理神殿的外物 米家的儿子玛塔尼 领导赞美 献上感谢的祷告 米家是萨迪的儿子 萨迪是亚萨的儿子 巴布加在他的兄弟中做副手 还有沙姆亚的儿子亚大 沙姆亚是迦拉的儿子 迦拉是耶杜顿的儿子 所有在圣城的利未人 共二百八十四人 守门的有 雅谷和达门 以及他们的亲族 看守各门 共一百七十二人 其余的以色列人 祭司 利未人 各住在犹大众城 自己的地业中 做殿义的 住在俄斐勒 西哈和基斯帕 管理做殿义的人 在耶路撒冷 管理利未人的 是巴尼的儿子乌西 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玛他尼的儿子 玛他尼是米家的儿子 他是亚萨的子孙 就是那些管理神殿事物的歌唱者 王命令他们 规定歌唱者 每天当尽的责任 犹大的儿子谢拉的子孙中 米士萨别的儿子 皮他西亚是王的助手 同管一切民事 至于村庄和所属的田地 有些犹大人 住在基列雅巴 和属于基列雅巴的乡村 有些住在迪本 和属于迪本的乡村 有些住在叶甲靴 和属于叶甲靴的村庄 有些住在耶书亚 摩拉大 伯帕列 哈萨书亚 别士巴 和属于别士巴的乡村 有些住在 有些住在喜格拉 米哥拿 和属于米哥拿的乡村 有些住在 英林门 索拉 耶墨 萨诺亚 亚杜兰 和属于这两地的村庄 拉吉 和属于拉吉的村庄 亚西家 和属于亚西家的田地 他们安营居住的地方 从别士巴 直到新嫩谷 有些汴亚敏人 住在加巴 密抹 雅雅 伯特利 和属于伯特利的乡村 有些住在 雅拿图 挪伯 雅南雅 夏索 拉玛 吉他音 哈迭 喜边 尼巴拉 罗德 阿挪 和匠人谷 有些立位人 曾经住在犹大地 却归到汴亚敏地